工作台上 員工正忙著打印 校對 程序不能稍有閃失 台中建豪印刷 面對產業的激烈競爭 日前在公司內部網站公告 表示從明年起 休假制度和薪資維持不變 也不會多給加班費 這個公告引起員工的反彈 你們的薪資上面 到底會不會列出 加班費這個項目 會 我確定一定有 我在這裡工作13年了 雖然有員工表示 每個月都有領到加班費 但爆料員工說 明年起將全面實施 勞工週休二日 但是公司員工 每個月休假頂多7天 而且在應該上班日的 週六假日請假 還會被扣價或扣薪水 員工質疑業者的說法 自相矛盾 有一些需要生產的部分 有些員工來配合加班 實際上這部分 我們也按照法令規定 給予的加班費 我們基本上 在已經實施的情形下 我們並沒有做其他的改變 只是想要讓員工清楚一點 結果反而因為還沒有做到 明確的溝通 那造成了員工的誤解 業者強調 公司從今年初 就依照週休二日的制度 計算員工薪水 而明年的制度 就是維持現行制度不變 員工質疑 從薪資明系 看不出加班費計算方式 如果公司早已經實施 週休二日 為什麼多請一天假 就要被扣價 由於制度明年才要實施 目前勞工局正在了解 新制度是否有 欺負勞工權益的地方 接著李某章黃總印 台中報導